好似她根本没听到她的话 没看到她的动作 到了 当女人跟着出去 宁悠然跟季宇才跟着出去 季宇看着她们的背影 一副要哭的样子 她们什么关系啊 哎呀 大概是追求者和被追求者的关系吧 莫世千不是没让她亲吗 悠然 你怎么没告诉我 她已经跟她未婚妻分手了呀 之前寄予想追莫世千 后来宁悠然告诉她说 在1999看见她未婚妻了 她虽失望 但也没办法 她也做不出当小三这种事情 何况人家还是青梅竹马 哎呀 欢欢没有告诉我 她最近跟她未婚夫也闹得不愉快 估计也没心思关心保镖的感情问题吧 刚才电话里 迟欢半个字没提莫世千 寄予看着她们的背影直到消失 我去看看她们的包厢在哪儿 啊 你干嘛 我 我要跟她告白 宁悠然本想跟迟欢发短信说这个事情 毕竟莫世千跟了她三年 但转头一想 又觉得欢欢才跟莫西顾闹掰 虽然她口头上说没事 但情商哪有这么容易痊愈 她觉得拿这些事跟她说也不好 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两个人在生日party上露了个脸 宁悠然就被寄予拉到莫世千进去的包厢外 收珠带兔 宁悠然让她打电话 她非要在走廊外亲自等着 没想到她这种傻等 还真的让她等到了 还没等寄予鼓起勇气走过去 包厢的门再次打开 怎么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白云的女人喜欢你 可不是一点两点 一年两年 那是她的事情 不准备公开迟欢的事情 那白老 我不想要的女人 谁还能塞给我 那迟欢是减了个便宜了 如果那晚白云从美国回来了 跟你上床的是她 你今天也像宝贝迟欢一样保卑她 我未必会上 而且谁跟你说 我一定会负责 风行一时无语 她微微偏头 眼角的余光捕捉到 站在不远处的两个年轻女人 有人找你 你先进去 风行没多说什么 便叼着烟转身先回包厢了 两个女人推推嗓嗓 磨磨蹭蹭的到了她身旁 季宇原本就羞涩 在男人冷漠的气场下 紧张得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口 如果找我有事就说 季宇仗红着脸 磨磨蹭蹭蹭 好半少才终于挤了句话出来 我 我叫季宇 你上次 救过我 我 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 能不能 不能 淡然的声音 只是落地太干脆 显得果决 寂予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 啪的 被戳碎了 她呆呆看着俊美冷漠的男人 好半少说不出话来 正当气氛尴尬的令人心碎时 又带着笑意的女生 突然想了起来 学谦呢 你出去那么久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进来 宁悠然听到声音 便条件反射地看了过去 却在下一秒 对上女人冰冷刺人的眼神 吓得她背脊一寒 莫时谦安了一声 转身便往包厢里走 期间 她不曾看任何人一眼 包括宁悠然和季宇 也包括站在门口笑盈盈的女人 别在我背后 做些无聊的事情 白云 白云的脸上笑容一僵 但也不过一闪而过 只是看向宁悠然和季宇的眼神 更加含义刺骨 红唇甚至弥漫明显的冷笑 宁悠然莫名地打了个机灵 猝起了眉 西山公馆里 持欢已经差不多睡过去了 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 一下将她从睡眠中惊醒了 悠然啊 找我有事吗 欢欢 你知道墨世倩和她女朋友分手后 跟她走得近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她心一跳 一下清醒了不少 啊 我今天不是和季宇参加个生日party吗 然后在1999看见了墨世倩 啊 哎呀 她跟一个女人一起 然后刚好我们听 直欢突然打断她 什么 啊 就是寄宇今天看到墨世倩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受了刺激 所以跟她告白 什么 什么墨世倩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谁又跟她告白 你又然不等她为什么是这样反应 懵懂地问 欢欢啊 你睡了吗 你说 你遇到墨世倩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啊 是的呀 什么样的女人 她们在干什么 难道 她骗她 啊 啊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吧 比你应该大几岁 挺漂亮挺性感的 嗯 好像刚从美国回来 干什么呢 不太清楚 可能是聚会之类的吧 在包厢里 刚从美国回来 去机场接朋友 聚会 嗯 她是说可能有聚会 介语又是谁 那男人桃花怎么那么多 比她还多 哦 上次在1999你们见过的呀 你还给了她墨世签的手机号码 她一直暗恋墨世签呢 她告白了 嗯 是的呀 结果呢 被无情都拒绝了 令悠然在那边翻了个白眼 哎呀 你那保镖真的是 她是不是gay啊 喜欢男人呢 我看她不耐正眼看女人的 嗯 应该没有吧 嗯 也是 她毕竟之前有问婚妻 那你打电话给我是 啊 我是想问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今天寄语告白的时候 好像被她听到了 我有点害怕 总感觉她想收拾我们似的 迟欢皱眉 至于吗 还收拾 莫世签现在是她男人 别人跟她告白她还没生气呢 前提当然是她拒绝了 哦 她眼神好可怕呢 那你早点回家 有事给我打电话 嗯 嗯 那我先回家啦 嗯 到家给我发条短信吧 好的 啊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秀闪 秀闪 你怎么了 秀闪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又连忙把电话拨了过去 但没人接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握着手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想着立刻过去 但从这里到1999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 等她真的过去也等不及了 莫得 她灵光一闪 拨通莫时签的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Barry 迟欢咬唇 还让她有事给她打电话 给她打电话她又不接 匆匆忙忙的在包里 翻出自己的车钥匙 在玄关换了鞋子 她就跑了出去 一边飙车 一边打给她跟悠然共同的朋友 想问现在谁还在1999 你们 你们是什么人呢 放开我 散开 você 散开我